结婚的前一天晚上 我妈妈告诉我 结了婚 一定要对自己的老婆好一点 你把她整开心了 她会让我们全家都开心 如果说你把她整得不开心了 那我们全家都会跟着你 一起遭殃 真是没法过了 我跟你奔赏 好吧 走 我一月三千有 连想情都没有 是某天大的要求 让我怎么能接受 我刚说钱没用 她就把我看走 不想来想去 还是怕那真相处出头 你快把我送咯 你们俩个今天为什么又没来上课 什么原因 老师 我们俩个睡过了 这是借口吗 我就给解释 老师我们俩睡得好了 梦见你讲课了 讲得非常好 于什么忍住就多听了一会儿 进来吧 这俩学生又出 哎 哥 听说你爸在火浪场上门 对呀 一个月多少钱呢 一个月一万五万好像 那他们还要人不 要天天都要 不是还收人不 收人 那哪不收呢天天都收 不是哎呀我那意思是我能进去吧 那二百多金大胖的都能进去 咋的你差哪呀 你咋的呀你 不是你又病了 你今天非得把我练了是不 不是啊我你要去的话我跟我爸说一声 那给你便宜点嘛 你要是你这你这自己才组团 去什么去组什么团你就有病了 下去啊 我爸都瞅我呀都问我大兄弟啊你领的这个什么玩意啊 这是人吗 嗯别问我哥我跟他不是一块的过了三个小时实在有人受不了了有个老太太都要崩溃了找空姐去了空姐 你快去看看你吧 这小别读着就让他糊涂我 我是真受不了了 我三个月的塑校就学玩都吃没了 还要再给他这糊涂我就崩溃了 你把它扔一下去吧 要不我就跳反了 请问您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吗 是啊 您平时最喜欢上什么课呢 嗯体育课 为什么呢 因为在操场上放屁可以随心所欲 在教室里放屁太压抑了 一个屁还要分成五个放 而且还要调成精英模式 调成精英 医生这个说话的方式跟普通人真的差很多 就很多话就是普通人说出来就很正确 但医生说出来就特别奇怪 比如说你去相亲 比如说哎呀这么年轻 那你天就很开心 但如果你去医院 医生跟你说哎呀这么年轻 再比如说别人请吃饭 哎呀你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 你就特别开心 你去医院医生跟你说你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 说生儿子呀是生了一个敌人 长大之后带回一个仇人 生姑娘就不一样了 生姑娘不一样 生姑娘是生一个亲人 长大之后带回一个仆人 先生你好 请问你做过最内疚的事情是什么 最内疚的是 呃是这样子 我在一家饭店吃饭 突然想上厕所 但是一楼七楼间 人满了要排队 我等不及了 我就跑到二楼 二楼七楼间 坏了 门口写着 故障维修 请勿使用 当时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啊 我看旁边没人 我就进去了 我坐上马桶脱下裤子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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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啊 哎 等我下去以后发现一楼大厅 没人了 就一个服务员趴在桌子底下 我问他怎么回事 他说 刚才信号你不在 刚才哦 一楼天花板 有大便掉下来 刚好落在了那个吊扇上 整个一楼大厅哦 就跟下雨一样 我告诉你讲 他们到现在不认识我干 有一个外国人问我 你们中国的80后90后 还会功夫吗 我说那当然 怎么内力啊 暗器什么的我不提啊 功夫里面最深的一门啊 叫点穴 我们都会 老外就表示很白语 我说那有什么 我给你演示一下 好一把给他列了几手 首先第一招揉天烟穴 第二招 挤暗精灵穴 第三招揉四白穴 最后再来个大招 暗太阳穴 轮刮眼光 小时候呢 放大号爆竹 喜欢炸个烟盒 塑料瓶什么的 有一次突发奇想啊 点砸以后 就往公共厕所的粪坑扔了一个 轰的一声巨响啊 从里边冲出来一位大叔 裤子都没有提 一屁股屎滑啊 他暴跳如雷 一把就抓住了我 看了我一会儿也没有打我 只是把我推倒在地啊 他就说 嘿 臭小子 要不是看你也被炸了满脸屎 老子今天非休你不可呀 好好珍惜现在的高温吧 还有三个月就要供暖了 那可是要缴钱的 而且你花了钱 未必有这么热 我太喜欢夏天了 顺着脑挂子流汗 这几年脑子里进的水 终于拍出去了 不急以后就越来越聪明了呢 有一种选择题叫臭啥都对 有一种算术题叫算起来崩溃 有一种应用题叫想想都流泪 有一种英语题叫I'm sorry 有一种方程叫法学学服会 有一种范围叫整本书都得背 有一种成绩叫看着都惭愧 有一种经验叫老师说的这些 我在一家饭店吃饭 突然想上厕所 但是一楼西楼间人满了要排队 我等不及了 我就跑到二楼 二楼西楼间坏了 门口写着故障维修请勿使用 当时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我看旁边没人 我就进去了 我坐上马桶脱下裤子 噼里啪啦一段爽啊 哎 等我下去以后发现一楼大厅 没人了 就一个服务员趴在桌子底下 我问他怎么回事 他说 刚才幸好你不在 刚才一楼天花板 有大便掉下来 刚好落在了那个吊扇上 整个一楼大厅 就跟下雨一样 初中的时候正在上课 老师突然发话了 同学们 谁要能回答下一个问题 就可以直接下课回家了 话音刚落 我同桌呢 把书包 就扔到了窗外 老师们 谁扔的 我同桌 我扔的 我可以 如果我到三十岁 还没能嫁出去 那结婚是我分子钱的人 生孩子是我分子钱的人 我将隆重的邀请你们 参加我的三十大手 然后每年一把 每年一把 直到你们排着队 给我介绍对象啊 以前被妈妈看到女生 给你发信息时 哟 谁啊 怎么有女生给你发消息啊 哪个办的呀 现在被妈妈看到时 儿子 快快快快 有人找你 是个女的 女的 是个女的 女的 这有一天呢 我坐火车 有一个人就把鞋脱了 那可问人家的大海 对那儿有一个哥们就说了 哎呀 这味都进我心里头了 我这憋着笑 憋着内想 但是这还不是高潮 他说完了之后 我旁边有一个坐车的 二货室友醒了 他来睡觉里的 睡睡的 什么味 啪就醒了 然后大吼一下 丽生元 是不是厕所爆炸了 中国女人有多牛 我们来分析一下 迪拜女人只花钱 德国女人只工作 日本女人只带孩子 而我们中国女人 就厉害了 简直就是超人 女汉子 你得工作 创业 洗衣服 做饭 带孩子 打扫卫生 收拾家 伺候老公 教育子女 对外搞好社交关系 对内调和家庭关系 谁说女人是谁做的 中国女人 简直就是 钢筋混牛土做的 在中国的数学课本当中 始终有五大奇人 阴魂不散 分别有第五名 匀速行驶 从路晚点的火车司机 第四名 分工明确 合作默契的 假以包工头 一边注水 一边放水的 疯狂泳池管理员 第二名 拔木鸡和兔子 装进同一个笼子里的 变态农民 排名在第一名的是 明明早晚出门 却故意放慢脚 不要等哥哥 追上他的傲娇 小鸣 偷偷把同桌手机里 我的号码 名称换成了爸爸 上课是发短信给他 孩子 赶紧回家吧 咱中了一千万 还上啥学 明天爸给你盖个学校 让你当校长 同桌看了以后 撒腿就忙外跑 办案主任问他干嘛去 他头也不会说 老子不念了 明天会就当校长了 唉 怎么了 成年人的世界 没有容易二字 有的 容易胖 容易老 容易头发便稀少 容易困 容易丑 容易变成单身狗 容易加班没补贴 容易失眠一整夜 我太难了 你好胖啊 我这不是胖 是美丽在膨胀 我这不是壮 是幸福在歌唱 我这不是鼓 是细胞在跳舞 我这不是肥 是脂肪在高贵 我这不是肉 是可爱在怒吼 我老公还是我男朋友的时候 然后有一次下午 我就去他家 等到我要走的时候 我发现他妈 把我鞋给洗了 我男朋友马上就说 说呀没事的 我现在就去给你买一双气 完了你就能走了 我就记着当时他爸爸踹他那一脚 可狠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这绝对是亲爹亲嘛 孩子你还是太实的了 不得不承认的六件事 第一件 你的头 转不了两圈 第二件 你数不了自己的头发 第三件事 当你把舌头伸出来的时候 你的鼻子这个时候是不能呼吸的 第四件事 你是不是正在做这事呢 第五件事 哎你发现你可以做到 不过看起来跟狗似的 第六件事 你是不是笑了 昨天一女孩问我 她说是不是只要一个长得不难看的女生主动 你们这些男的就没有一个能控制住自己的 我说当然不是 有时候难看的我也不一定能控制住自己 当女生遇见王者荣耀 我也不知道谁打我了 莫名其妙我就死了 我也不知道该买啥装备 能买得起啥我就买啥呗 我也不知道对面是啥英雄啥技能 冲完就干就对了 再厉害的英雄长得丑我就是不 我妈每次跟我道歉 绝不会说对不起 只会说 过来吃饭了啊 来了 第二次我妈错了的时候 这次我一定要坚持住自己的阵地 我也是个有原则的人 过来吃饭了 我不吃 快点的啊 我再说一遍 来了来了来了 下次你威胁我我也不吃 我也是有脾气的人 过来吃饭了 我不吃 快点的啊 别让我说第二遍 我不吃我不饿 我给你脸了是不 这是你跟我说话的态度啊 本来我就没做错了 你冤枉我 有啥委屈的 快来眼泪擦了 赶快吃饭啊 挺香的哈 就到了军训期 在太阳下的你 小心力挣起步走 嘴里说着 鸯耳的 你从白色晒到黑 你黑的像张飞 白天累的像黑气 你穿自相头驴 军训你不能停 就我记住你名 军训过后天行 训练你不能停 飞行员新兵训练 没一个敢跳伞 教练脸色难看 这时只见一个傻头笑 教练一脚把他踹下去了 这是一个个跟下脚刺刺的 接耳连三的往下跳 教练纳闷了 拽住最后一个问 刚才让你们跳不跳 怎么蹦出去一个 你们都跳呀 新兵回答 教练你也赶紧跳吧 你拽出去的是驾驶员呀 那时候骑一个破自行车 吃咸菜 大白菜 看着别人开着大汽车 吃着肉 喝着酒 住大城市 真是羡慕啊 等到长大了以后 拼命奋斗 终于开上了车 吃上了肉 喝上了酒 结果回头一看 那些人又骑着自行车 吃着小时候不吃的野菜 也不喝酒了 还住山里了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能不能提前通知我一声 我好在原地等你们 这把我累的 还得往回赶 哎 请问您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吗 是啊 您平时最喜欢上什么课呢 嗯 体育课 为什么呢 因为在操场上放屁 可以随心所欲 在教室里放屁太压力了 一个屁还要分成五个放 而且还要调成精英模式 调成精英模式 谢谢大家